疫情期间家庭暴力案件明显上升 但是妇女部再次陷入失言风波 副部长拿督CD再拉录制视频 传授夫妻相处之道 不过他却宣称如果妻子屡劝不听 伊斯兰是允许丈夫利用严厉 但是不造成伤害的肢体接触来教育妻子 这番话立刻遭到在野党的批评 是在鼓吹家暴 要他辞职 曾呼吁女性原谅伴侣暴力行为 而受到多方谴责的妇女部副部长CD再拉 又在卷入失言风波 原因就出自这段影片 她认为如果妻子不听劝 丈夫可以先口头劝告 之后再分房睡 甚至可以利用肢体接触教育妻子 这番话被外界解读成 有鼓吹家暴的嫌疑 影片中CD再拉也传授夫妻相处之道 要女性放低姿态和丈夫沟通 不过他这一连串贴士随即遭到踏罚 更被批评是在疫情期间家暴案 频传之际帮倒忙的举动 巴东普国会议员努鲁依莎在推特贴文 斥责西地再拉的建议根本和事实不符 就在我国出现9000多宗家暴案 主要受害者都是女性之际 副部长这番言论显然背道而驰 她还转发伊斯兰学者阿都拉哈山 对可兰金的研究 强调不论力道如何 伊斯兰都不允许丈夫殴打妻子 妇女部前副部长杨巧双 更质问首相伊斯麦莎比里 难道给这种贴士 就是副部长西地再拉的职责吗 她本来应该要不分族群 照顾所有女性 如今她应该示范 如何用严厉但柔弱的肢体接触 来教育妻子 行动党八级里国会议员杨美银 同样加入谴责声浪 她质问职责是保护女性的部长 竟然建议温柔肢体接触教训妻子 这非常不妥 西地再拉不配这个职位 必须辞职 西地再拉前年四月也曾录制视频 劝劝女性面对家暴时要容忍 并原谅对方 被外界批评纵容暴力 如今再呼吁男性 可用温柔的肢体接触教育妻子 言行令人难以恭维 阿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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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